頭戴紫色鴨舌帽戴著口罩全身包緊緊 她是台北市議員賴素如 十一年前早指控在北市雙子星案中涉嫌收賄 2020年罰檢執行 如今假釋出日 在姐姐的陪同下快步走上車 可以看到賴素如面對記者提問 僅雙手合十 簡短的說了聲謝謝 而回顧整集案情 雙子星案經歷了五次流標 終於在2012年10月28日 由太極雙星公司得標 不過就在繳交保證金的當天 北市府首開記錄 將繳交時間由下午五點 延後到凌晨十二點 隔天又被證實收到 匯款單禁制空投支票 經過檢調的抽絲撥檢 發現賴素如向廠商索取了一千五百萬元 雖然事後僅收賄一百萬元 就遭到逮捕 最終在2020年以七年六個月 有期徒刑全案定驗 經歷了四年的刑期 賴素如終於踏出監索 而目前他人正在前往 士林地檢署報到的路上